与华夏同心 与世界同行 江江资讯网 母爱依然是人世间最伟大最崇尚的爱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母子 烟溢和孕之 为我们带来一首对母爱歌颂的诗词 请听诗郎诵 词母诵 大家掌声有请 我今天又想起那首往昔的歌 妈妈 我要唱 轻轻地唱 唱给所有的绿叶和红叶 唱给所有的小草和小花 唱给所有的小鹿和大鹿 唱给所有的灯光和星光 很轻很轻的歌 很重很重的歌 只有你听得见 只有你听得清 唱给所有的母亲 遥远的故乡的心灵 遥远的中华的心灵 遥远的中华的心灵 你就教我爱 教我爱青山 爱绿树 爱翩翩而飞的蝴蝶和小蚂蚁 你不许我踩死路边的任何一株小花和小草 你说小花和小草是故乡的微笑 不要踩死这微笑 不要踩死微笑着的生命 我曾憎恨 遮刺过我的蜜蜂 焦急地等待着 抱负的时刻 而你 不许我恨 你说 不要忘记 他在辛勤的菜籍勤劳地酿着甜蜜 要多多记住他的蜜 不要记住他的刺 在中学的作文本上 我呼喊着向大自然开战 所有的同学都赞美我的宣言 唯有你轻轻地摇头 你用慈母的坦率说 我不喜欢你这股气 空洞而冷漠 我愿你酷爱大自然 酷爱人类这一最伟大的朋友 亲爱的母亲 像大地一样慈爱的妈妈 你心灵里的歌声 比圣人的教导 还靠享我的心弦 因为有你这歌声 我不再傲视世界 不再傲视他人 不再相信那些宣告 我不入地狱水入的英雄 我把他人与自然混合为一个美丽的境界 一种自由而纯洁的灵魂 亲爱的妈妈 当你容纳我的一切时 你从来也不准备和我一起承受人世的光荣 你就准备着为儿女背负灵魂的重担 准备着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承受一切苦恼 与忧伤 还有一切突然来袭的风暴 当心花 支撑环佩戴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看到 你还是扶在地上 默默的 机械的搓洗着我和孩子们的衣服 汗水 依旧像小河般的 在脸上涌流 比海洋还要深广的墨碍呀 如果人们问我 为什么热爱家乡 我要说 因为家乡里有我的母亲 白发苍苍的母亲 朝夕思念着我的母亲 妈妈 妈妈 今天 你又到了遥远的地方 不管 你走到哪里 你就是我 你就是我 永远 眷恋着的 故乡 小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